这就是你们的家 我们大家的家 真的真心 真心话 今天豆芽要离开了 要回家了 今天一定要给它安排一个大口饭 要点哭话 到最后 好吧 那这么多饭 好咸 哈哈哈哈 别怕 干什么它又放干什么 这人家要吐槽了 哎呀妈呀 又是老抽生抽 咸不咸哦 生抽提鲜 什么 哇 很精致 怎么样 精不精致啊 精致精致 咸吧 不咸哦 今天这个豆芽感觉格外的漂亮 哈哈 真的 是吧 你没发现啊 我没发现 哈 是不是换了发型了什么 我应该 味道 很棒 YYDS 都不够我吃嘛 香不香 有生之年也是吃的最好吃的 色香味最香 是吧 我昨天点的燕子给我做了 燕子点的 你点的 我点的 粉蒸肉 好吃啊 肉口即化 嗯 一般这种肥的不吃的啊 嗯 嗯 这个是 牛排 昨天我们吃剩下的 牛肉 昨天吃剩下的 牛肉 好吃 生哥 怎么样 快吃完了 你说咋样 实在 小娜她一早就带着孩子去 他很早就起来了 嗯 这里面还缺了点材料 叫 十三香 再撒一点十三香 真的是外边贴 不用洗 对啊 我自己洗就行 我不洗 不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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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把这个抱枕套都洗掉了 要走了 哈哈哈 要离开了 舍不得 难舍难分啊 对啊 嗯 我好久没有讲过这么多话了 就是好多年我都基本上都不主动出去的 嗯 真的 能遇到能 谈到来的人 真的 缘分啊 好好珍惜 真的吗 我鼻子又算了 哈哈哈 今天那个豆芽一哭了 嗯 他看到你在贵州一个人指甲油 然后特别是那个被那个赶了 被保安赶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换轮胎 然后到马路边啊 然后叫人 又没有人 然后我等你了 哈哈哈 不哭不哭 等了那么多车都不哭下来 哈哈哈 还是女孩子在外面 我真的我看到特别感动 嗯 那又下着雨对吧 等了那么多的车都没了 哎 那时候真的那一年真的我们真的 哎 真的也是算是 真的你人生当中一个经历了 对 很勇敢 对 不要腻歪了啊 赶紧走吧 哈哈哈 我别走 哈哈哈 你赶紧走呗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感谢伟哥 哎呀 给我们提供的温馨的小树树 我们客人离开了 真的你们太勤快了 真的不用 我们自己一洗就行了 这边太阳一晒就干了 很方便 对 对 好想的 我问他说能不能送 他说你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 那就方便你们可以休息一下 就我们送你过去很方便 这边有那个机场高速 嗯 你们来了开心 你们走了 我们心里又纳啥了 依依不折 星哥反正没事就来嘛 好的 下次时间准备充裕一点啊 嗯 下次来这里悠行的度假 对呀 悠行的度假 你为什么有时间去广州的 去要来的 要来广州我就直接找你了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 啊 我到时候准备时间充裕点 在你家多住一段时间 哈哈哈 谢谢欢迎 嗯 好的那慢点啊 那回去休息一下 好好好好好 嗯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粉丝朋友呢都走了啊 来了开心真的走了就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突然就安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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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次我就走了 要哭了 嗯 是的 突然安静了 又不太习惯了 哈哈哈哈 真的有点情绪有点激动 真的粉丝朋友来了 就像 刚刚有点激动了啊 真的粉丝朋友来了之后 就像 比自己家里人还要清廉那种感觉 嗯 天 嘻嘻哈哈的 做好吃的给你们吃 打咖啡给你们喝 看你们在这里开心 真的就 嗯 真的难忘很难忘 好了 那 那个以后希望有机会朋友们来到云南丽江 来我们小样来 嗯 平时呢你们一直看我们 嗯 然后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和你们见面了 我也看到了你们 也认识了你们 所以说 真的啊 我不会表达啊 真的 嗯 好了以后有机会来到云南丽江呢 一定要来我们小样来玩啊 嗯 嗯 这就是 你们的家 大家的家 我们大家的家 真的真心 真心话 嗯 也感谢朋友们帮我和燕子当成家人 真的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